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句话从刘晓婷的身上就可以体现出来 刘晓婷作为德云朔食物链最底端的演员 可以说用实力征服了所有诗书 没有人能在舞台上抵挡住二哥的破包袱 但这背后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 才有了二哥团灭七队 让一众师兄在台上笑场 近日孟赫棠在综艺节目中讲述了二哥刘晓婷的故事 并说在二哥身上学到了东西 孟赫棠表示在刘晓婷身上就学到了一点 今天一百个包袱 哪怕只想两个包袱也要说出来 然后进行总结包袱 为什么想了 没想的包袱是原因 慢慢的想的包袱越来越多 我在乐阁徒弟刘晓婷身上我就学会了一点 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一百个包袱我想俩 那我也是想了 那不是98我没想 他不在乎那98 他是真的 他就在后台就不停的走 那却很锻炼人 他抖出来别人还得接呢 大家就 其实我们就这东西就是杂卦 大家就来回接 锻炼这个 他主要想锻炼的是自己的这个抗打击的心态 这一块 那确实后来 后来你看想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摸着路了 不得不说孟赫棠真的是一个好队长 队员们的努力都能看在眼里 并且能加以鼓励 其实这已经不是孟赫棠第一次在节目中夸刘晓婷 在之前录制团宗的时候 孟赫棠就表示 刘晓婷每天都会在后台给大家讲自己的包袱 而且是没有人让他讲 哪怕每天一百个包袱 只有一两个能想 但还是在坚持给大家讲 这其中的执着让人感动 不得不说 刘晓婷这份执着值得大家学习 刘晓婷作为怨云棚的开山大弟子 一开始师叔们叫刘晓婷二哥 而作为小辈的刘晓婷 却欣然答应着 这种奇葩的叫法 也引起了粉丝们的注意 二哥的称呼 也慢慢的让粉丝们认识了刘晓婷 从此以后粉丝们也跟着后台演员 一起称呼刘晓婷为二哥 而刘晓婷真正活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唱歌垮掉被大家熟知 一首求佛让许多人了解了那个舞台上 放不开的刘晓婷 唱歌垮掉也成为了二哥的一个标签 虽然唱歌经常会垮掉 但粉丝们还是会经常的点二哥唱歌 就喜欢看他垮掉的样子 相信上九夕和刘晓婷反场 经典名场面 大家一定印象深刻 虽然唱歌已经垮掉 粉丝们也非常的喜欢看 但刘晓婷也没有放弃努力 再经过补写的努力 也迎来了成功的时刻 那就是刘晓婷成功版的叫小帆 都说一招先吃遍天 刘晓婷可以说是长在诗书们笑点上的男人 再加上唱歌垮掉的加持 刘晓婷超越了一众诗书 但刘晓婷却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舞台风格 将垮掉变成了过去式 在2019年 许多粉丝发现刘晓婷带着他的破包袱走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包袱不想还会尴尬在那里 酒太都会用一句 带着你的破包不滚 来回应刘晓婷 酒店没有店 不就上酒了吗 酒吧呢 酒店在里面破包 其实各位 不会是没有店 是没有酒 他饿了 他饿了 我本来是因为嘲笑你还是嘲笑我 他们饿了 你连人都没饿 等等 你给我咱俩收拾 一块儿肚子 但慢慢的 刘晓婷在台上的包袱想的越来越多 连带着粉丝们也喜欢上了刘晓婷的破包袱 在舞台上 讲述破包袱的刘晓婷也越发的游刃有余 从刚开始的团灭七队 到后来的团灭师叔 最后连自己的师父都不放过 刘晓婷真正的成为了长在师叔们笑点的男人 如今刘晓婷张九泰已经合作了十年的时间 而且在前几日继上海站相声专场之后 德云三小相继官圈了在济南南京西安 施家庄沈阳重庆这六座城市的演出都快赶上全国巡演了 刘晓婷的背后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这些演出专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晓婷曾在舞台上说过 我长得不好看 但是让你们开心是我最大的追求 刘晓婷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 停泰下一个十年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